今天有一位观众给我们打来电话 说他的朋友想通过支付宝给他转一笔钱 于是他就把他的手机号告诉了对方 结果对方转账成功后他却没有收到这笔钱 那这笔钱去哪了呢 他要的是我支付的账号 然后我当着手机号就把手机号给他了 然后他就是加着手机号然后往这去转的钱 但是当时我没注册支付宝 就是先前就是原机主注册的 然后转到他那里了 转了多少钱 转了两个八千吧 张玉说他这个手机号码是在2021年购买的 买完之后并没有注册和绑定支付宝 所以他朋友给他转来的钱 就直接进了之前使用张玉手机号码的人那里 你朋友给你转账的时候 那把钱打过去了 点上会有一个身份吗 比如说你叫张玉 有个什么玉 他当时没看吗 对 但当时他认为是我的相 当时认为是你的 对 他那显是什么龙 他认为是我的相 你的相也叫什么龙 我的相叫姜明 但是他不知道 这是转账成功 然后他就是跟他说话 然后就是不知道是不用了还是怎么的 然后现在是一个贪号 为了能找回转错的钱 张玉尝试用手机号码绑定支付宝 可绑定之后是一个新的支付宝号 所以账户里根本没有钱 当前账户非该比转账 为了找到之前用张玉手机号绑定支付宝的人 张玉联系了支付宝的客服 制付宝的客服人员表示 他们也正在寻找收款人 但不能把收款人的相关信息提供给张玉 随后记者和张玉一起来到辖区的派出所 请求民警的帮助 我刚刚从派出所出来 派出所的民警跟我们说 像这种把钱打错仗的情况下 属于民事纠纷 所以他们是无法立案的 但是无法立案的材料就没法调取 但是民警也帮我们联系了支付宝的工作人员 支付宝的工作人员也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让张玉找一个律师 之后到法院申请一个调取材料的文件 之后律师就可以向支付宝调取账号的相关信息 调取相关信息之后 就可以找到账号的人 这样就能把钱要回来